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就說到 憲法確立了一國兩制的體系根基 沒有憲法授權就沒有香港特區和基本法 應該做一步落實維護國安的法律和執行機制 堅存特首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 和人民的選擇也是憲法的明確規定 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至高地位 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忘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限制根基 在新的歷史時期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正在成為新的時代命題 這一時代命題的內涵 就是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不斷健全 中央對特別行政區 行使全面管制權的法律制度 不斷完善 特別行政區 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 用制度體系 維護特別行政區的限制秩序和法制秩序 確保一國兩制事業 行穩 支援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 核心是準確把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概括地說 就是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兩制從屬於派生於一國 並統一於一國選擇 同場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就說 全國人大制度是支撐國家政治體系的根本制度 也都是一國兩制方針確立和實踐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一國兩制事業從偉大構想到生動實踐 再到各方面制度機制的構建完善 都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現的 正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棵生命之樹 使一國兩制實踐 我們新增75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內蒙古佔最多有61宗 當地的疫情也蔓延去到北京、河北和克隆江 其中克隆江省哈爾濱已經成為另一個主要傳播中心 常由上星期六到現在 四地已經合共出現323宗確診 另外廣州新增一宗本地個案 患者是白雲區一間隔離酒店的員工 經例行檢測確診 基因排序精神 同隔離酒店曾經出現的一宗輸入個案 屬於同一條傳播鏈 並證實帶有Delta變種病毒 白雲區部分區域實施交通管理 地鐵站關閉 途徑的巴士亦都不會停站 在北京 國新辦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 提到中國正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由批評少數國家以民主為仿子 對別國只手畫腳 注定不得人心 駐北京記者梁卓恩報導 國新辦發表白皮書 展述中國對民主的主張 白皮書提到民主包含多種形式 而中國正是發展的民主體制 符合國情 指出人民當家作主 是中國民主的本質和核心 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 是全鏈條 全方位 全覆蓋的民主 是最廣泛 最真實 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 直根中國歷史文化 符合中國國情 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 既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也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 美國下個星期將會舉行民主峰會 中方說少數國家對別國的民主 指手畫腳是注定不得人心 少數國家以同我之對 非我之錯的霸道思維 把其他民主形式視為不民主 甚至進行排斥 打壓 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他們自身民主 有著斑斑劣跡 國內治理一團糟 卻對別國的民主指手畫腳 橫加指責 這難道就是他們標榜的民主嗎 這種假民主之名 行反民主之實的行徑 將是人類民主發展史上的笑話 白皮書有提到要評論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 是否民主有效 要看國家領導層 能否做到依法有罪更替 以及全體人民 是否能管理國家和社會等事務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梁淑音報導 正在太空站著樓架神舟13號三個航天員 接受身體檢查的片段公開 航天員葉光庫利用由螢幕、手柄和鏡頭組成的五官鏡 為對有黃鴨檢查耳膜 隨後再為指令長澤志剛驗眼 結果顯示健康狀況良好 五官鏡透過安裝不同的外接鏡頭 可以檢查五官耳赤皮膚等不同的身體部位 當局說航天員出艙前要驗耳 而每間一至兩個月也要驗眼 另外近日中國太空站也將舉行第一次太空受貨活動 由航天員擔任教師以青少年為主要的對象 並且會向全球直播 現在正是對外偵襲受貨內容和互動提問等等 美國傳媒報導 中國批准整合稀土資源 成立一間大型稀土國企 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稀土公司之一 分析認為北京期望在中美關係緊張之下 維持全球稀土供應鏈的主導地位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中國已經批准成立新的大型稀土企業 名為中國稀土集團 總部撤起稀土資源豐富的江西 最快今個月公佈 新公司將會整合多間國企 包括中國五礦、中國旅業、禁州稀土礦業等的稀土資診 期望進一步增強中國在全球稀土市場的定價能力 避免國企互相競爭 以及抗衡西方自力主導關鍵科技 預料五礦和中旅兩間企業重組之後 將會重塑內地稀土產業格局 稀土含17種元素 是不少科技產業的關鍵原料 由電動汽車零件、智能手機觸控顯示屏 以至是飛彈防禦系統都要用到稀土 報導引述分析估計 中國開採的稀土佔全球七成 生產加工市佔率達到九成 北京在稀土領域的主導地位 足以影響各地的技術製造產業 西方一直憂慮 中國會將稀土用於地緣政治博弈 美國國防部今年2月 與澳洲萊納斯稀土公司簽署技術投資協定 萊納斯承諾在德州開始小型稀土加工設施 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 美國總統拜登也簽署行政命令 將稀土列為四大關鍵範疇之一 需要採取更有力政策 以降低供應鏈風險 內地環球時報早前強調 中國無意圖利用稀土作為針對任何國家的反制措施 除非外國企業損害中國利益 無線電視記者風耀明報導 今天是國家憲法日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 憲法確立了一國兩制的體系根基 沒有憲法授權就沒有香港特區和基本法 應該進一步落實維護國安的法律等等 特首林鄭月娥就說 未來要加強尤其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相關教育 今年的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會以憲法與一國兩制為主題 多國主港支持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都說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立國資本 有最高法律效力 確立了一國兩制的體系根基 沒有憲法授權就沒有香港特區和基本法 眾所周知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力量 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也是憲法的明確規定 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至高地位 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就是忘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限制根基 駱惠寧說有一段時間反中亂港勢力不斷滋長 中央果斷出手定立港區國安法和完善本港選舉制度 將本港由亂轉到字 彰顯憲法和基本法 在非常時刻正本清約 林鄭月娥就說 這是憲法賦予中央的權力 任何誤滅中央這兩大舉措是破壞一國兩制 都是無稽之談 都會不公自破 從返國民教育 非法佔中 鼓吹港獨 到修例風波期間的亂象 根源都是因為我們回歸祖國一段時間以來 沒有真正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 林鄭月娥認為未來要加強 尤其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相關教育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就認為 要堅持五個憲法原則 包括堅持單一制 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依憲治國 依法治港等等 他和駱惠寧都說 應該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 包括落實維護國安的法律 和執行機制 健全特首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斯報導